今年國慶大典 前總統陳水扁也要參加 前第一夫人吳淑貞 則是最近身體不好 無法陪同 不過陳前總統到時候要坐哪裡 國慶酬委會煞費苦心 蔡總統和馬前總統 都將坐在中央區南側 中間隔著立法院長蘇嘉全夫妻 另一邊則是副總統陳建仁夫婦 再來是前副總統吳敦義的位子 扁的座位被安排在縣市首長區域 左右兩邊分別是走道 和金門縣長陳福海 別馬兩人隔很遠 但陳水扁最後能不能在 國慶大典現身 還得過法務部這一關 按照規定去向中間 向法務部申請的 那到底是誰為難誰 今天早上才正式收到 他的正式的一個申請書 預計下我會開一個審核評估會議 但中間還要和國慶組委會確認 能不能提供阿扁完善醫療服務 才決定放不放行 觀察社會氛圍意味濃厚 記者綜合報導